儿子是兴风 招魂招祖宗 女主跳大神将祖宗的魂招到了太子的身上 原本命悬一线的太子醒来 听见皇帝一句儿子 男主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放肆 哪里来的老头 敢穿我父皇的龙袍 给我拖出去掌啊 皇帝直接跳脚 你还有哪个父皇 听到男主乱认爹 皇帝牙一咬 把这个孽畜给我绑起来 传博士过来 看着床上被五花大绑的男主 正让你招魂 为何太子醒来成这个样子 女主眉头一皱 难道是招错魂了 抬起男主的头 能动口的绝对不动手 读取了男主死前的模样 女主却异常的兴奋 看来是个好东西啊 男主喘着粗气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女主低下头 半捂着脸 生于前朝八十一年 死于大起开国十一年 看见他一脸的震惊 女主好笑地看着他 活了九百多年 活腻了 男主立刻弹坐起来 询问这现在是什么年份 听到竟然是九百年后 男主的第一反应竟然是 刚才那老头不就是我孙子 对着皇帝就是大喊 不孝子孙 快放开我 我是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 苏醒了 猎杀时刻 那是拦着准备上去 抽死男主的皇帝 陛下心怒啊 女主说着可能是邪碎扰乱心神 皇帝一脸的我的心好呗 所以太子是中邪了吗 听见女主一正言辞地 说着是失心疯 男主在边上立刻扭动身体 昏君 信一个小丫头的话 你是想亡国吗 看着她用实力证明着自己失心疯 皇帝问着 还能治吗 女主表示 需要赞助东宫 为太子祈福 皇帝临走前叮嘱着 国师无必要尽心尽责 女主一个枕头 如狼似虎的掩饰 姐姐可不是什么好人啊 男主不禁背后一凉 哆哆嗦嗦地朝着门口大喊着 孙子 你回来 这女人不对劲啊 我待会清白难保啊 孤男寡女共处一世 该怕的会是谁 看见二话不说直接上床的女主 男主立刻往后退 你这个神棍 盯着本宫作甚 听到神棍 女主审视般地向下望去 有那么神 男主顺着她的眼光向下看去 瞬间瞄懂 光天化日之下 你一个姑娘家在想什么 女主直接上手 将她扑倒 当然是在想 怎么吃掉你啊 捂住男主正准备叫人的嘴 别装了 我知道你是谁 男主甩开她的手 既然知道本宫是谁 还不赶快下去 女主撑着头 你们这种野鬼越老越硬了 我下去你跑了怎么办 看见她一脸的不满 你说谁是野鬼 女主扑斥一笑 那叫你老鬼好了 找准女主分心的一瞬间 男主挥拳就准备打老婆 没想到直接被定主 上来就是一嘴 站在门口的皇帝 还听着里面的男主大喊着 胆敢轻薄本宫 来人了 摸了摸下巴 太子身上的鞋碎果然凶险 退开的女主一副欲求不满的样子 书上说一滚嘴对嘴就可以吸食 怎么没有反应 我看你就是缠她的身子 男主一个回首套 反客为主 敢轻薄皇室 胆子不小啊 女主直接摆烂 你又不是真的太子殿下 男主下床 推门准备出去 却发现纹丝不动 只听见外面的皇帝说着 儿子 你好好治病 是腥风不是大病 不要放弃治疗 男主先是无语 后面直接砸门 给本宫开门 你家祖坟冒清烟了 女主既从心上来 你就算出去 迟早也会被发现 不是原本的太子 不如我们合作如何 男主指了指自己 你的意思是 让我装这个病秧子 见女主还要提要求 你不要得得寸进食 卷了卷头发 我每个月都要吃死魂续命 你要帮我找 男主瞬间就跳了起来 所以你刚才是想吃掉我 敲着桌子的女主 是啊 但是你一把老骨头 有点个牙 我可不动 看见男主大手一挥 说着自己是大成皇帝的长子 松无欲 女主抬眼看他 但是史书上并没有你这个人 先帝创业未办 而中途领了盒饭 看见史书上 没有自己一点痕迹 女主提醒着 你这是被人从历史上抹除了 男主眉头一皱 本宫是太子 谁敢 女主指着一个名字 谁取而代之 谁就敢了 男主将书叠在女主手上 继续找 一定要弄清楚 一本书打得男主猝不及防 就听见女主说着 找你妹啊 整个藏书阁都被你搬空了 拉着男主倒在地上 女主又开始不受控制地缠他的身子 深吸一口子 让自己冷静下来 别闹 我要去睡觉了 男主见状 聊完就想跑 直接反压 要睡一起睡 这时皇帝推开门 万万不可 你要找人是请跟父皇说 怎可此刻调戏国师 男主表示明明是国师先动的事 本宫还不至于这么计不择时 听到皇帝说着准备给男主选妃 女主立刻开始护食 不可 瞪了一眼男主 陛下 太子殿下现在大病出狱 这副肾虚的样子 尚不宜尽 男主听着一脸的不爽 听到女主说着男主最心正视 皇帝立刻画风突变 那明天开始就跟着上朝吧 另一边 听到这个消息的贵妃大怒 三皇子封锦鱼走出来 母妃息怒 欺负皇兄可是儿臣最擅长的 耍帅 大殿外 男主气势汹汹地走了出来 封锦鱼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这是病秧子 注意到封锦鱼的眼神 男主停下看着他 笑容逐渐围死 这苗眉化眼的是谁 怎么见到本宫不行令 封锦鱼心里受到重创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骂我娘炮吗 女主扯了扯他的衣服 这是你的弟弟 男主一脸地蔑视 堂堂大起男儿 娘里娘气地成何体统 被暴击的封锦鱼咬着牙 竟然敢羞辱本王 朝堂之上 因为封锦鱼治理水患 大臣纷纷说着请陛下封赏三皇子 皇帝刚说准奏 男主挥了挥手 孙子 你等等 叫一声爸爸 对你来说就那么难吗 那是拦着大骂逆子的皇帝 陛下息怒啊 人间不值得 算了算了 男主叹了口气 又忘了 自行洗脑 我的孙子现在是我爹 皇帝垂着胸口 稳住 儿子有病 需要父亲的爱来感化 封锦鱼没想到皇帝这都能忍 挑衅地说着太子殿下为涉足正事 男主拿着账本 发现赈灾和人数不对 站在风景一边上 贴着脸 那一声 皇帝发觉不对 怒锤桌子 到底是多少 快说 男主一脸地自信 你们这些孙子不行 女主两眼空洞地站在百官中间 脑子里全都是太子吃法大权 被男主直接拎起 退朝了 撤 回到宗宫 女主关切地问着 太子殿下 今日舒爽否 男主表面一副担忧子孙后代脑子不行 实际上涅菜鸡心里暗爽 女主突然就车门汗死 一个壁咚 不如太子牺牲一下玉体 让微臣鲜爽一爽 刚张开嘴 男主就抓住他的脖子 两极反转 放肆 你想对本太子做什么 看着女主留着哈拉子的表情说着 用餐 男主轻轻突起 不是说好我给你找死魂 就不打我的主意 女主一正言辞地说着 你找到之前总要给我点甜头吧 男主访问他把自己当什么了 听见口粮的时候 男主一口老血便喷了出来 本太子迟早要收拾这个意识品 另一边的封锦鱼想着去看看男主在搞什么鬼 刚爬上房顶 就是一句落槽 带上言情小说专用预镜 画面变成了偶像剧 封锦鱼拿着笔立刻开始歪歪 陈要告发太子与博师私通 会乱后宫 罪不龙珠 但是实际上 画面却是这样的 老头子是疯了才会让你待在这 封锦鱼一边写着 一边叙叙念 被男主发现 说着谁 出来 封锦鱼还能写到走火入魔的接话 就不出来 当发现不对劲捂住自己嘴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 男主咬着牙 封锦鱼 滚出来 面前有多嚣张 后面就有多狼狈 以为男主不会武功的封锦鱼一个挑衅 有本事你上来抓我呀 男主立刻跳上屋顶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上来就是一脚 下去吧 脸先着地的封锦鱼还叫嚣着 我要他死 下一秒便直接拎了起来 成了一个安赛妖骨 你这个不孝子孙 再说什么大逆不道的话 原本还想出来说好话的女主 看见封锦鱼身上掉下来的小本本 看着自己是歪歪文的主角 面带微笑用力一握 太子殿下 打是亲骂是爱 听到封锦鱼说着 你们不要乱来 我可是大起的皇子 男主抬手就是一下 我还是你祖宗呢 女主在边上像极了颗CP的我 揍弟弟才是爱到深处的表现吗 将封锦鱼拎了起来 想不想回复 封锦鱼的表情是我猜不透的 听到男主说着 帮我找死魂 越多越好 封锦鱼还没有反应过来 女主拍了拍她的肩膀 还是我来说吧 要注意话术 直接拎起封锦鱼的领子 说 哪里死人多 脑补了一下画面的封锦鱼 汗毛直立地说着 何夕水灾 那边的死人最多了 御书房内 封锦鱼说着灾民的数量没错 但是有很多被救之后 不吃不喝却与常人无异 边上三个人集体无语 一副关爱滞胀的表情 皇帝一脸忧愁 大儿子施兴锋 三儿子胡言乱语 朝女主招了招手 低声问着 施兴锋会传染吗 看见女主摇头 立刻给了封锦鱼一棒嘴 胡说八道 女主正是在边上说着 陛下 大灾之后常有邪罪 微臣愿意前往调查 封锦鱼立刻准备甩步 父皇 昨日太子与儿臣提及 愿亲父和西处理此事 看着他一脸得意的样子 这孙子有诈 男主激贼一笑 承邀三弟与我一同前往 皇帝一听 画风突变 准了 看见你们感情这么好 微妇很高兴 事实确实 相爱相杀真好看 三人行 必有一个单身狗 封锦鱼嫌弃着 本皇子出生以来 还没有坐过这么破的车 顾漆狂魔立刻上脚 闭嘴 把他吵醒了 小心我揍你 自带滤镜地 看着秀恩爱的两个人 封锦鱼一脸的不爽 狗男女 果然有一腿 实际上却是害怕 干犯人干犯混 还是睡着的时候 是最乖巧的 突然马车猛烈摇晃 女主顺势滑下 抱着男主的大腿 就开始流哈拉子 男主的心一下 提到嗓子眼 卧槽 你想咬哪里 你觉得他要咬哪里 马车这时突然翻倒 三个人抬头一看 好惨一车夫 直接被老虎叼走了 男主刚说完 不行去河西 就听见打雷的声音 这雨下的 就跟谁找他爸一样大 封锦鱼说着 先找一个地方躲雨 就看见小夫妻 直勾勾地看着自己 刚咆哮着说着 有人诧异 封锦鱼怎么还不回来 就听见远处的 传来的救命声 飞开一个小破屋 就看见封锦鱼 坐在地上 大喊着有怪物 看着边上一团飞翼 封锦鱼哆哆嗦嗦地说着 国师救命 快收了他 男主按住他的头 你冷静一点 你好歹也是反派出场呢 看见女主提着一个小孩 封锦鱼瞬间觉得有些尴尬 原来是个孩子啊 小孩说着家里人都没有了 一个蒙地暴击 哥哥 你能带我走吗 我听见男主说着不行 猛地把小孩拉进怀里 为什么不行 我觉得可以 男主一脸的无语 荒郊野外凭空出现个孩子 你是缺心眼吗 女主觉得有道理 但感受不到孩子身上一场 刚跟孩子说着 带他们去村子 他却猛地扑进封锦鱼的怀里说着 不行 这时 门口却出现了叫骂声 你个灾心 还不滚出来受死 穿得这么花里胡哨 一看就是挑大神的料 看见躲在自己身后 瑟瑟发抖的狗子 一句哥哥 我怕 风景于立刻挺身而出 你们这些村爷莽夫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 话还没说话 就被女主堵住嘴 枪打出头鸟 请问乡亲们是发生了还是那么事 带头的村长问着 你们穿得花里胡哨的是什么人 想起出门前 皇帝交代说要秘密行事 女主发现他们腰间都缠着白带 瞬间有了主意 我们是挑大神的 做法是所以要穿得花哨一点 村长半信半疑 你是神婆 那后面两个呢 女主张口就来 一个敲锣 一个打鼓 说完自己强忍笑意 一看就是精神小伙 听见边上的村民说着 应该是咱们请的大神 女主完全不顾后面两个人的熊熊怒 对对对 就是我们 村长脸色一变 一码归一码 先把那个孽障交出来 女主不解地问着 敢问村长 你这个孩子到底做了什么 听见他说着 我侄子一家三口全被他害死了 狗子立刻大喊着 我没有 村长大怒 我侄子原本生活没马 自从收养了你就怪事不断 最后暴毙身亡 你是你 还有谁 男主缓缓开口 都别吵了 伸手往女主身上一甲 我们大当家的可是专业跳大神的 挑眉看了一下女主 一做法不就知道了 是不是我的大当家 被请到灵堂的女主 刚摸了一下棺材板 外面就又来了一个神婆 指着女主说着 你是哪里来的 竟敢冒充我 三个人瞬间窘迫 糟糕 穿帮了 风景与狗嗖嗖嗖地表示 太丢人了 我们赶紧走吧 男主抱兄看着他 你心恋的弟弟不要了 女主手一挥 一道抱 谁有资格做这桩生意 不如各自量本事吧 在棺材边上磕着瓜子 是我没想到的 看着掉落的符纸 狗子头上有很多个问号 听见村民们议论着 是我们冤枉狗子了 村长立刻问着侄子家里的事 男主立刻走了出来 给我们五天的时间 充满智慧的眼神 必定查清真相 在棺材边上磕着瓜子的三个人 风景与说着 你是心风又发作了 村子的破事要怎么查 男主直接给了他一个脑瓜子崩 你外租是何悉的 预定时间没看见你 必定会找人来寻你 大概是五天的路程 不找点理由留在这里 怎么白吃白住 精打细算 一看就会持家 这是这时起身安排 出门在外 宫里的称呼不能用 男主叫老鬼 风景与叫小三子 要不一个叫老公 一个叫小三 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两个人问着 那你呢 女主一个响指 大当家 提起男主的领子就往外拖 走 回房睡觉 小三和狗子在这里守灵 风景与立刻咆哮着 你们孤男寡女睡一间屋子像什么样 女主一看就很懂 关门前说着 两个大男人睡一间屋子才不像样呢 狗子扯着风景与的衣服 哥哥 我困 想进去睡觉 风景与立刻语重心长地跟他说 别进去 会长真眼的 另一边 关上门的女主 嘴角一笑 太子殿下 我们来做些重要的事情 男主练练后退 你个姑娘家 冷静点 躺在穿上的女主拍了拍床板 想什么呢 我跟你说正事 这个样子 怎么看都不像正经事 男主乖巧地坐在地板上 你说 女主伸手 你先给我点甜头再说 男主红着脸往后退了退 给我好好说话 这时女主战术手滑 直接就扑了上去 狼狈起身的女主解释着 我发誓这次是意外 挠了挠自己的脸 果然大不 一口就感觉神清气爽 看着嘟着嘴唇凑上来的女主 男主一把将她推开 别闹 给我坐下 这是另外的价钱 女主乖巧地呕了一声 坐在她的腿上 男主愣了一下 轻薄了别人还这么镇定自如 还有谁让你坐我身上的 这个坐在地板上的女主 一看就是欲求不满 说着师父写的书上说 嘴对嘴就可以吸食一魂 男主一脸的认真 那也不能乱来 你将来还要嫁人的 女主歪头重复着嫁人 两手一摊 像我这种时不时 就需要找死魂来吃的 哪家男子受得了 听见男主询问着 如果一直不吃会怎么样 女主的脸突然一沉 会死 看见男主震惊地说不出话 赶紧挥了挥手 骗你的吧 男主一个摸头杀 你要是真的饿了 我出去转转 看看有没有死魂 女主说着 这个村子有古怪 一点气息的都没有 男主问着 会不会是有人 跟你一样有这种怪品 这时 门口突然传来声响 门从外面被反锁了起来 男主拼命地敲着门 三傻子 三傻子 你在外面吗 另一边被抓走的三傻子 被争吵声吵起 费物 抓错人了 听见他们说着 不是说抓打鼓的吗 风景于立刻表示 我是敲锣的 我是敲锣的 并且还拿出了证据 对方刚讨论着 要不杀了 不要浪费粮食 原来是你们了 神婆指着女主立刻翻领 快 把他们抓起来 看见冲出来村民 男主直接挡在女主的前面 一群杂鱼 放着我来 看见团灭的村民 村长咽了咽口水 他不是打鼓的吗 怎么这么厉害 神婆拿出桃木剑 我可没有别人那么好听 这只千年大鬼 老婆子收了 女主立刻出来护食 夹住桃木剑 谁准你击予我的人 一个用力 要桃木剑直接断裂 村长见状 跪在地上说着 是老婆子注意 跟我无关 神婆大骂没用的东西 拿出铃铛一摇 男女主一个对视 是死魂的味道 开饭了 给老婆找夜宵的男人 果然是最帅的 躺在一旁的风景鱼 一看就是小机灵鬼 先装死 打完了我再起来 狗子解开他的绳子 哥哥我来救你了 风景鱼原本还想问清楚 转头看见身后的丧尸 立刻跟着狗子脚顶我游 男主随机 抓一个评论区的幸运观众 一把甩给女主 大当家的 今天的宵夜来了 村长见状 扯了扯神婆的衣角 你不是说是普通的邪物 怎么这么厉害 神婆冷哼一声 我就不信御魂 凌降不住他们 男主假装着身形不稳 神婆还来不及得意 下一秒就被男主掐着脖子 说 这玩意是哪里来的 这时 一头红牛从外面冲了进来 将他们直接撞到 趁风景鱼拉牛的时刻 神婆和村长立刻逃之夭夭 将牛上的风景鱼一把扯下 男主看着他一脸奇怪的表情 立刻给他一个当头棒喝 三傻子 你想死吗 我们这不是府的 男主甩着御魂铃 三个人一看就是恶霸三人组 跪在地上的村长说着 那个婆子说他有起死回生之术 听见狗子在边上说着 老婆婆说把你们骗进村子 爹娘就能起死回生 风景鱼扶额 一脸痛彻心扉 嘴里念叨着是我傻 女主问着 是不是那婆娘早就知道我们要来 狗子摇着头 说她是惯犯 让我们每隔几天就需要骗人进村 听到她说那天你们干好路 三人立刻成团 取名 倒霉鬼天团 女主询问着 是不是复活之后的人不吃不喝力大无穷 听到村长肯定的回答 风景鱼立刻嘟嘴 看吧 就说何兮有怪事的 男主立刻堵住她的嘴 闭嘴吧 门口的死人赶紧处理了 三傻子问着怎么处理 男主袖子一撸 当然是埋了呀 难不成给你留作纪念了 看见在给死魂超度的女主反被攻击 男主直接挡在她身前 老鬼 你是借体重生的 这样你会神魂不稳的 男主牙翼 你要是死了 我更加不稳 明显被帅到的女主论了一下 一笑 我才不会轻易死掉了 三皇子小刀刺屁股 给你们开开眼 看见有官兵来询问 有人报官 说这里有人用邪术杀人 男主示意风景鱼 三傻子 把老头的手欲拿出来 风景鱼一脸的嚣张 这就拿出来给他们看看眼 在身上摸了个遍 嘴里念叨着明明在这 接着就是一脸的崩溃 一定是奇牛的时候掉了 女主急忙问着 你外祖不是何希望族吗 没有信物在身上吗 风景鱼紧张地摇手 有事有 但是一起掉了 男主直接给他来个灭顶之灾 这个智障实至名归 女主叹了口气 算了 跟他们一起走一趟吧 说完一个亮枪 男主赶紧搂住 你怎么了 女主扯着嘴角一笑 没事 就是吃上头 男主的脸一红 蹲下身 我背你 看着任劳任怨 当牛做马的男主 女主在他的耳边地说着 谢谢 男主一机灵 你好好说话 嘴上说着 再吵就把你丢下去 但是耳朵已经说明了一切 后面的风景鱼吃着狗粮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我的心情吗 听见男主说着 睡吧 别狗叫 风景鱼眼神充满怨念 等女主再次睁眼的时候 已经在朝堂之上 什么情况 我只是睡了一觉 听见还背着自己的男主说着 村长突然暴毙 牙门一口咬定 是我们用了邪术 知府敲着醒目 堂下和人 为何不跪 男主挑眉 让我跪 我怕你一个脑袋不够卡 知府一怒 立刻吩咐着要打人 看见男主挡下一顿 女主问着 你没事吧 刚听见他说 老子杀伐钱力的时候 这些人还没投胎呢 这时 门口有人匆匆跑来 喊着大人 不好了 话还没说完 就被踹了一脚 走你 微臣拜见太子殿下 三皇子殿下 看见行李的侯爷 男主就开始装了 来得还算及时 听见侯爷问着 二位可还安好 风景鱼立刻想学生附体 他们不给我饭吃 还打我 那我 牛逼轰轰地插着腰 现在知道怕了吧 晚了 难得满分的人 都是不会让其他的女人伺候的 听见侍女说着 不是说太子殿下病弱吗 女主回忆了一下 其实也不算弱了 这样一想 还有些饿了 馋他身子了 你就直接说 刚敲门就听见 男主便说着 本太子说了不用人伺候 一听见是媳妇的声音 便立刻开门 干嘛 然而在女主的眼里 滤镜一戴 满屏都是爱 男主寒毛直立抓着衣服 有话快说 女主一看这么见外 你紧张什么 我是来送药的 看见男主挥着手 你未免也太小看我了 我就是一棍子 女主面不改色的一掌拍下 立刻看见猛男咆哮 抢过女主手上的药瓶 谢了 早点休息 正准备赶紧关门 还是被女主钻了过去 男主回头看着他 你这是做什么 女主熟练的苍蝇搓手 好人做到底 给你上药 还好不是说来吃屎的 男主眉头一皱 你别嚣张 我要是认真起来 你脑袋就搬家了 看见女主伸长脖子 向下看去 咽了咽口水 还很有点下不去手 无奈转身 拿起药瓶说着我自己来 别闹 看见男主脱掉的外衣 女主的开始 吸溜着自己的哈拉斯 男主一脸的嫌弃 什么破身体 受点小伤就到处 轻轻子子的 拿过药瓶 女主装作一脸的沉重 你多半都是因为我受伤的 我有义务帮你上药 趁他不注意 猛地将衣服扯下 脱掉更香 看见男主身后的符纹 这是什么 男主说着 刺青能有什么 我原来的身体也有啊 女主皱了皱眉 你刺青是不奇怪 但是一个久病的皇子 刺青就很奇怪 这时 老汉提着洗澡水进来 看见边上抹药的两个人 自动开始过滤镜 这车怎么往人家脸上开 另一边的侯爷提醒着 太子现在跟之前判若两人 三殿下一定要小心啊 听见侍卫说着 侯爷 刚才吓人来报 说过师正在太子房中 还看见太子脱光衣服 对比起侯爷的震惊 风景于镇定的耸耸间 电灯泡坐久了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我都麻木了 这对狗男女 没想到男主洗澡这么见外 被推出门的女主一脸的可惜 白白错过了老鬼戏水这出重头戏 一个咳嗽的声音吸引了她的注意 探头一看 是沈家大小姐沈芷熙 正在对月娘参拜许愿 听见边上的侍女说着 她已经被上奏入宫选太子妃 女主一脸的可惜 老鬼可是难得一见的美味啊 这就要留老婆了 突然一股寒流吹来 三傻子一副站起来的样子 太子你好样的 抢我父爱 如今又要躲我表妹 听见侍女问着 是谁在那里鬼鬼重重的 风景于立刻跟女主开始推洒 我丢不起这个人 女主一个狗吃屎摔在地上 拍着身上的兔站起来 什么狗皇子 听见沈芷熙问着 是不是月神娘娘 女主立刻厚着脸皮 啊对对对 是我 看见沈芷熙真诚地问你 月神娘娘有什么想提点性语的吗 女主的表情逐渐变态 三傻子 你死定了 开起氛围灯 月神娘娘告诉你 三皇子不是好人 千万不能从他做夫妻 风景于的怨气直接泥脉出来 咬着手指 死跳大神的居然敢赢我 手一拍 立刻有了主意 搬救兵去 刚问到是不是不愿意嫁给太子 男主一生五年 差点没把他下跪了 看着喘着粗气的男主 是女问着 你是谁 男主直接无视 从身边路过 按住女主的肩膀 你没事吧 是他们救你上来的 看见女主云里屋里的歪头 男主就知道被骗了 三傻子说你掉狐狸了 沈芷熙询问着这位公子是 女主一指 这个是太子 拽过女主的手 走吧 闻死了 女主却抱着柱子 我不 我要和漂亮姐姐聊天 男主见软的不行 只能来硬子 直接扛上尖头 一看就没少扛米袋 目送他们离开 沈芷熙一笑 这个太子殿下 与我现象中的不一样了 七夕看见男女主 准备出去秀恩爱 侯爷立刻出来阻拦 男主一个猛男回头 沈侯爷有空拦我 还不如去关心一下单身狗 三傻子好采一男的 女主在路边缩着面条 女主看着还来不及吃 就被单身狗猛地踢翻桌子 眼睁睁地看着鸡腿飞走 边上的狗子扯着他的衣服 姐姐 救命 男主立刻将人制服 找死 听见对方说着是给大师找尸童 男主一脚便踩了上去 大师关我屁事 给我老婆的鸡腿道歉 女主瞥了一眼 你说的大师是谁 人在哪 男主一笑 看看到底是发力通天 还是准备老底坐穿 走在路边 沈芷熙掀开车帘 国师大人和太子殿下 为何在此 看着一眼边上的狗子 立刻开启粉丝滤镜 一看就是幸福的一家三口 看着沈芷熙 不停地观察着男主和狗子 似乎还有点神似呢 女主感觉她好像误会什么了 说着孩子是街上捡到的 沈芷熙立刻表示 让她带回府里做小司 对着狗子招了招手 留下一句 如此一来 太子与国师想做些什么 也更方便 狗子一看就是明白人 目送他们离开 女主说着 沈侯爷已经奏请陛下 让沈小姐去选太子妃了 醋意满满地问着 若是沈小姐给你做老婆 你可喜欢 男主一看就知道这是送分题 谈了一下女主的脑瓜子 我看你倒是挺喜欢她的 女主一正言辞地说着 沈小姐人美心上 我当然喜欢了 没想到脑瓜子没开二度 不许 小脸微红地走在前面 人越来越多了快点赶路 女主头顶冒烟 竟然还觉得是男主神魂不稳 这反应没谁了 看着边上的挑担的老人 男主蹲下身 刚才鸡腿掉了 买个东西补偿你 看见男主将梳子递给他 老人立刻在边上 说着诸二位摆点好盒 边上的人也纷纷起哄 女主眉头一皱 什么百合 老婆说我三更傻 绝不聪明到五更 听见门童问着 是不是第一次来通宝怪 女主立刻将男主拉出 我哥哥这次水灾之后 就变得傻乎乎的 所以我们特意过来看看 男主立刻配合成 一副脑子浸水的样子 阿巴巴巴 门童挥了挥手 这些话我都听你了 将手绳拿给他们 吩咐任何时候都不能摘下来 男主伸出手 理直气壮地递给女主 你来帮我戴上 女主叹了口气 乖巧地牵过她的手绑上 看见男主嘴角上 不自觉地一抹微笑 门童一脸的惋惜 生活不能自理 果然是傻得彻底啊 男主立刻原地炸毛 门童确认过眼神 是自己惹不起的人 女主一个摸头 杀利克之福 哥哥听话 不要吓别人啊 男主心动实锤 不然你脸红个泡泡茶壶 听到里面的内侍说着 今天大事忽感不适 请大家择日再来 男主一脸的无语 那我傻子不是白装啊 门童听着屋内人的吩咐 换身打扮跟着他们 看看什么来头 门童刚探出头 男主的脚步就停下来 瞥了一眼 五年 有小尾巴 女主立刻摸着自己的屁股 哪有 听见男主说着 你是不是傻 我说的是有人跟踪我们 女主一个转头 就看见门童猛地躲了起来 嘴角一扯 那就让他跟个够 想约会你就直接说 你看看门童的样子 狗粮都吃撑了 另一边 风景于质问着 听说外祖有一将表妹 送去做太子妃 刚听见侯爷说着是权逸之计 那时便跑进来 不好了 大小姐落水了 藏书阁内的小夫妻俩 刚找到御魂灵的作用 便听见狗子大喊着 不好了 大小姐落水了 女主撸起袖子 就准备下水救人 立刻被男主拦下 你可靠死魂续命的 给我好好保密 我去 女主在后面抱住他 你不能去 你这两天喜怒无常 一定是神魂不稳了 大小姐表示我快死了 你们还要秀试吧 风景于从他们边上猛地窜过去 一头扎进水里 三傻子 你果然帅不过三秒 看见一头扎进水里的风景于 女主立刻鼓掌三殿下好帅哦 这时就听见内侍喊着 三殿下您不会游泳啊 看见他在水里扑腾 小夫妻神同步 真是造孽 怎么能傻成这样 男主脱下外衣 立刻下去捞人 侍女抱着神指吸喊着 不好了 大小姐好像没气了 三傻子一个亮枪起身 别怕 我马上救你 该准备人工呼吸 一把被女主提走 不行男女受受不侵 一把将三傻子推开 让我来 故乡的百合花 开了 神指吸一看 对象不对 猛地睁开眼 将女主推开 坏我好事 回到房间内 神指吸吩咐让下人离开 说着自己是被狗子推进水里的 女主说着 可是她是第一个呼救 还哭着为你四处奔走 神指吸反问 说起来这孩子是你送到我手上的 是你要害我 女主指了指自己 我现在吃你家的 喝你家的 住你家的 我为何害你 神指吸立刻说着 我看你就是喜欢太子 所以记恨我 女主一脸的震惊 你应该说我喜欢吃还差不多 看见神指吸断定自己 就是想设计陷害 女主陷入沉思 怎么醒来后就不磕CP了 顺水推舟 探一探 听见女主说着 我看之前沈小姐并不情愿啊 神指吸冷着脸 现在我与太子殿下 已经有肌肤之亲了 女主歪头一笑 我看你这就是碰瓷之亲 神指吸咬着牙 你与太子到底什么关系 敢这么说我 藏书阁前的女主插着腰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生气 最后得出结论 故事是人的本能 原本已经睡着的男主 听见女主打翻水杯的声音 条件反射的一拽 牙齿在身下 大半夜的不睡觉乱跑什么 女主一脸严肃地捧着她的脸 如果有人惦记你碗里的鸡腿 你会怎么样 听见她说着 把鸡腿吃掉 然后揍她 女主一笑 好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上来就是一口 又猛地退开 怎么味道不对 是不是没有加自然 男主一看被嫌弃 你还挑上了 再给我尝一次 看对不对 扯过女主 就是一口 我多写两个字 拖延点时间 你们再看看 上头就上头 不要说什么是赌气 男主扶着额头 这不是君子所为 女主则是安慰地 拍了拍她的肩膀 就算做不了我的鸡腿 你也不用太难过 男主直接先捉 谁在意能不能做鸡腿了 看见踩上水子 差点滑倒的女主 男主立刻上前扶住 手往哪里放了 手上的链子掉落 女主惊讶地回过头 味道 回来了 你要不要再试一口看看 将手链重新寄回 男主的手上 靠近闻了闻 果然 戴上手链之后 你死魂的味道就没有了 男主猛地站起身 我们再去一次倒灌 扯着他的衣袖 女主刚说着要从长记忆 沈芷叙敲起了门 太子殿下 我是芷叙 您在里面吗 女主一看来抢男人的 立刻说着 我也在里面哦 沈芷叙提着石盒 我是来感谢太子殿下的 救命之恩的 所以送完些点心过来 三傻子推开门 便看见两女争议鬼的场面 立刻开始哭唧唧 你们过分 竟然不敢喊我一起 男主这边接过沈芷叙的点心 说着刚溺水的人 应该回去好好休息 转身就递给女主 看看有没有爱吃的 送命题秒便送分题 沈芷叙尬地看着 这个男人竟然无动于衷 三傻子扯了扯 沈芷叙的衣袖 我也饿了 沈芷叙立刻猛地将她推开 又一脸尴尬地说着 自己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不要碰我 回想起两个小时候的甜蜜过务 三傻子直接蹲在角落里碎碎面 表妹不要我了 听见男主问着自己 沈小姐刚才说要报答我 沈芷叙刚准备说着 自己愿意以身相许 没想男主却直接说 明天沈小姐带我们再去一趟倒灌 女主在边上测出头 让我们坐你的马车一起去 沈芷叙却直接推脱 说自己身体虚弱 还想要卧床休息 原本还想送沈芷叙回去的 三傻子吃了闭门羹 一转头就听见男主说着 既然他不肯 那明天你带路 看了一眼边上吃着点心的女主 三傻子一把抢过 那芷叙的点心全归我 事出反常必有妖 原本已经准备出发去倒灌的女主 听见侯爷准备处置狗子 立刻说着 我去看看 站在门口 却听见沈芷叙在为狗子求情 压低声音对男主说着 他昨天晚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简直怕弱两人 侯爷呵斥着沈芷叙 竟然将王帝的东西带在身上 女主走出 侯爷 这孩子是我带入府的 我也有几分责任 看见沈芷叙说着 感谢太子殿下 国师大人还有三殿下 三傻子心里直接开花 芷叙又甜甜的喊我了 说着让她好好休息 自己准备去倒灌 沈芷叙说着 我刚好也想去那里吧 三个人全都竖起呆毛 你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 看见输着女仆装的女主 沈芷叙立刻上前贴贴 国师大人 好可爱啊 女主一脸的不解 问着男主是不是也觉得可爱 女主被她直勾勾的眼神 直接吓了一跳 男主一脸的坏笑 不错 三傻子八卦的歪头 正准备一起打量一下 就被男主推开 不许看 女主安排着沈芷叙 跟自己去盲眼娘子 男主去后院摸一摸线索 三傻子指着自己 我了我了 女主挥了挥水 你这个掉链子选手 在外面等我们就好了 三傻子坐在沈芷叙边上 凭什么 我要跟芷叙一起进去 男主立刻抓住她的脖子 血脉压制 大人让你干嘛就干嘛 少废话 跟着沈芷叙进入道观 听她问着上次的事是否顺利 盲眼娘子表示 你弟弟是头虎儿王的 你身上的阴气太重 就是受你弟弟的影响 听见她说 着家中似乎有别的邪髓 女主立刻吸引上身 大师 最近府上确实是来了生人 盲眼娘子正准备说着 让沈芷叙把人带到这里 一名老妇便闯了进来 大师求求你 再救我儿子一次吧 听见她哭诉着自己儿子 虽然不吃不喝 但是好歹还活着 现在却断气了 沈芷叙和女主被请出门外 女主通过手环 听着里面的声音 要我救你儿子可以 但你能给我呢 好像只有自己这么崩破了 天空一声巨响 护漆袍磨登场 女主单枪匹马 就准备跟盲眼娘子单挑 挥着手上的法器 你让水患的灾民 成为行尸走肉 真是该死 盲眼娘子一笑 小丫头看来不是普通人 那就让听他们来招呼你 行尸开始围攻女主 你若是还有什么本事 趁早拿出来 这些行尸根本不够看的 拿出玉魂铃 一甩 行尸立刻倒戈 盲眼娘子一惊 你到底是什么人 女主霸气一笑 大气博尸 五年 盲眼娘子一动不动 但是身后的剑 却将行尸直接震出 女主上前 正准备拿刀 不料刚刚触碰 却直接被震开 看见倒在地上的女主 盲眼娘子开始兴奋 准备将女主 做她养魂的器皿 男主拆了屋顶 直接跳了下来 赶伤她 你是嫌命太长 听见女主在边上 提醒着小心那把刀 男主斜眼一看 这不是老子的面 直接将刀握在手上 上来就是一刀 盲眼娘子一脸的不敢置信 破魂刀认主 你究竟是谁 男主将刀扛在尖头 我还要问你呢 我的东西怎么在你这里 见男主正准备一刀 了结了这个婆娘 女主说着 留活口 我还有试问她 这时 看见风景雨赶来哦 盲眼娘子立刻说着 官老爷 这二人屠杀这么多平民 你要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做主吗 男主将老婆抱在怀里 从风景雨身边走过 这里交给你了 人官老李待我试问 梦里 女主的耳边全都是试诗 叛徒 是魂而生必活不过二十岁 大喊着我不是 我没有 从床上弹坐起来 男主立刻将她抱在怀里 看见女主满脸的泪痕 今天就准你把我当药吃 听到这个 女主立刻双眼冒光 迫不及待地向前 你可别怂啊 人到嘴边 女主却突然停了下来 闻着她身上的味道 老鬼的气息好像弱了一些 啄了一下男主的脸 不是太饿 就尝一口 男主脸红地挠了挠脸 你刚才一直喊师父 你师父怎么了 听到女主说已经去世了 男主一听 跟我一样啊 我有机会给你带得好 女主一脸尴尬 你上辈子是不是终身未娶 男主乖巧地点点头 问着你怎么知道 听见女主一针见血 这么聊天的一般是讨不到老婆的 这个女主只要一说饿 男主就开始虚 女主表示自己是想吃大米饭的那种饿 安慰着男主 你不要紧张吗 挥了挥手 虽然这次有点丢人 但是储备粮够吃了 男主上来就是摸头杀 不丢人 危急关头保护别人 很了不起了 女主傲娇地别开头 是因为那把刀 要不然我肯定可以对她 看见男主拿出破魂 他立刻躲进被子里 你前世的佩刀 怎么会在亡眼娘子手上 男主回想着 上一世在讨伐南疆的时候死去 刀也许就一落在那里 另一边的封锦鱼正在偷偷 查个水患 查出这么多死人 回去要怎么交代 沈侯爷在边上说着 殿下这是个好机会啊 封锦鱼云里雾里地看着她 沈侯爷表示 可以借此机会一举扳倒太子 看见封锦鱼没有夺敌的欲望 一走了之 既然殿下妇人之人 那就让我帮你一把 吩咐着将老李的女人处理定 然后散布消息 太子屠杀平民 然后杀人灭口 老李的盲眼娘子听着脚步声 我知道你们会来 男主看着她 语气冰冷 说 霍魂为什么在你的手上 你跟南疆圣叫什么关系 盲眼娘子说着 男主的死是男的手笔 但是自己只是一个叛徒 听见她说要跟自己做交易 男主的刀立刻夹在她的脖子上 你觉得你够资格吗 盲眼娘子不断地捕惑着 你难道没有不甘心吗 难道不想回到 千年以前扭准历史吗 看见男主有些沉沦 女主立刻捧着她的脸 看向自己 也信她 她这样的人最懂得蛊惑人心 就在这时 盲眼娘子突然被案件射中 扯着女主的裙脚 救我 想知道你为什么是活而生救救我 这时沈芷熙拿着木棍 牙医被我打晕了 你们快走 女主表示这么刚的吗 沈芷熙傲娇地转过头 白天你们保护了我 我也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看着她这个样子 两个人愣在原地 她又跟白天不一样了 等他们撒反应过来的时候 盲眼娘子都已经凉透了 千万不要招惹一个跳大神的 不然死后成什么样都不知道 女主看着已经凉透的盲眼娘子 立刻有了主意 挥无法器 准备让她死后也做魂魄的器皿 好好表现 我就不吃了你 沈侯爷看见 倒在地上的盲眼娘子 太子殿下 这人虽然是犯人 但是也不能随意滥杀呀 盲眼娘子猛地抓住她的手 贴着沈侯爷 大爷您来玩啦 沈侯爷退半部的东西十分地认真 三个老实人就在边上看着 盲眼娘子又贴了上去 大爷你怎么不理人家吗 看见她准备往自己的脸上贴 来人啊 快把这个风女人拉走 男主敲咪咪地问着 你到底选了个什么死魂 女主挡着脸 生前是个青楼的妈妈 男主竖起大拇指 直呼内行 看着边上已经睡着的沈芷熙 你说刚才的事 是不是三傻子告诉沈小姐来帮忙的 男主一脸老祖宗的欣慰 如果是这样 那还算三傻子孝顺 另一边的三傻子 躺在被窝里 嘟囔着 皇兄饶命 别揍我 第二天 听到议论的三傻子大怒 我不是说过不要对太子下手吗 为何还要嫁祸太子 一点回忆吗 三傻子已经完全沉浸在恐惧中 皇兄会不会以为是我干的 紧紧地抱住自己 阴谋诡计一时爽 事后挨打乱葬岗啊 沈侯爷刚叹气离开 三傻子就听见男主喊着 老三 三傻子一脸地等死 来了来了 死亡呼唤 男主帅气出场 上来就是一个兄弟情深的拥抱 站一秒CP 摸了摸三傻子的痛 全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听见男主夸着自己昨晚机智 但是昨晚自己不是在留哈拉子吗 听见是神止息帮忙 立刻一脸担心 只吸一个女孩子 这样多危险 男主脸色一变 果然 三傻子变聪明什么的是不可能的 三傻子见证 连忙后退 皇兄心 还得真啊 对了 我从盲眼娘子那里查抄了一篇语集 送给你 看见男主搬着书转身就走 皇兄 你去哪儿 听见他说去找老婆 立刻白眼 男人 傻直男撩起来是真要命啊 看到书中写着有倒转时空的秘书 女主猛的一顿 卷了卷男主的头发 如果可以你想回到八百年前吗 男主皱了皱眉头 抬眼看着他 我是回去了 那你怎么办 女主立刻故作镇定 假装不在乎的样子 少了你 我还有别的法子 男主一听到别的 立刻就急了 所以爱会转移的是吗 一把抬起女主的脸 再搞几个跟我差不多的男人来 向前一靠 我大起男儿怎容你祸害 作为大起的太子 本宫就勉强牺牲小我 门口的三傻子悄咪咪地看着 我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我怀疑你们搞七搞八 听到男主喊着 三傻子 你干嘛呢 封锦鱼小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你再喊我三傻子 我就生气了 听见他说着 已经将自己安排的事情做好 男主立刻一副 老祖宗赞赏的模样 喂 封锦鱼一脸的傲娇 我只是怕回京受你牵连 听见他说着 直接给不满的人 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 不就得了 男主立刻给他来个脑瓜崩 你爹就是这么教你的 这时狗子在门口大喊着 不好了 有人抬着棺材在门口闹事 说要捅回公道 男主帅气登场 众人一看 这人看起来好可怕呀 说着自己是大起的太子 解释着盲眼娘子 起死回生的是邪术 正准备叫武座开棺验尸 对方却直接挡在棺材前 杀人还不够 还想破坏尸体 听见女主说着自己是博师 众人立刻叫嚣着 博师宁宁是李嘉莱做的 听闻老博师的死跟他有关 不然博师之位哪里轮得到他 说完便开始拿东西扔向女主 男主挡在前面 武年 你先回 这里我来 回头看见一动不动的女主 手上的法器也开始躁动 抹掉男主脸上的血 从他身边走过 你正一致明心恶人之事 你们觉得法副则重视吗 这时棺材开始剧烈地抖动 众人吓得纷纷退散 大喊着这是什么邪术 女主一个挥手 棺材的李的尸体便坐了起来 这时 一个人站在棺材上 这么多年还在玩这些死魂 武年你还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看见对面一手便解决了死魂 男主立刻将女主护在身后 两人一个对眼 你是谁 在下灵山李辱 也是你身后这个女人的定亲对象 护妻狂魔上线 上演爱情保卫战 三傻子看着这浓浓的火药味 喜闻乐见地在边上吃瓜 男主一脸的嚣张 你们不般配 婚约作废 钦辞 三傻子立刻吐槽 父皇还健在 轮得到你钦辞吗 听见李辱说着 太子殿下 这个婚约是先递定的 男主照样气势不紧 那你去地府找他呀 来自老祖宗的无所畏惧 先帝也是我孙子 你个地中帝 两句旺的李辱眼角苏气 是谁说太子病弱的 太子殿下 所谓的不般配要从何说起 男主直接走到他面前 立刻上手笔话 我们就从你眼说起 这算人身攻击了吧 三傻子一脸的喜极而泣 终于出现第二个被嫌弃的人了 看见又有人带头叫嚣 李辱上来就是一脚 倒在地上的人依旧不依不饶 你说你是灵山里家人就是吗 李辱一笑 那就把你变得跟棺材里面的东西 一样就可以证明了 三傻子立刻吐槽 你明明比五年还要可怕 凑到女主边上 要是再死人的话 我没办法跟父皇交代 听见女主表示 他来得正好 我们的身份不能随意对平民出手 他来震慑别有用心之人正合适 三傻子退半步都是认真的 连定青对象都坑了 被踩在脚底下的人 刚把沈活叶供出来 他立刻便说着 来人 把这几个人抓起来 竟然敢造谣挑衅 小两口动作表情一致 我们就静静地看着你表演 沈侯爷问着 不知李公子 忽然到访是为何事 听见李辱说着 我来要人 男主立刻皱起眉头 女主一脸地尴尬 三傻子一副大型吃瓜现场 李辱补充说道 我要你们老里那个男将人 三傻子一脸地失落 你不是来抢亲的呀 男主立刻压制 你在期待什么 三傻子立刻向恶势力低头 听见女主松了一口气 李辱见嗖嗖地看着他 不是吧 难道你在期待我抢你回去澄清 看见自己的老婆被调戏 男主立刻跳起来 来人 拖下去打死 三傻子立刻抱住他 可怜可怜你的弟弟吧 父皇会杀了我吗 注意看 这里有人准备潜入别人老婆的房间 李辱询问完女主房间的位置 站在床边 你到底要阻碍我多久 拔出身后的剑 向前一挥 直接被男主挡住 李辱惊诧地看着现在出现的男主 看他冷着脸 你是不是想试试投胎的感觉 李辱直接转身 太子殿下继续睡 我要去找五年了 男主一听 半夜找我的老婆 上来就是一脚 想对他拔剑 你问过我的意思了吗 另一边 被吵醒了三傻子 掀开被子 半夜三更 谁在喧哗 快去把人抓起来 听见下人说着 太子殿下和李公子在院里打斗 回忆起男主早上跟自己说的 我怕那家伙会对五年做什么 披上衣服刚走出门 一把剑猛地插在自己的头顶 捂着小心脏 我可能帮不上啥忙 告辞了 将剑拔出 男主太子殿下 这刀不是反品 从何得来 女主一个闪现 挡在男主身前 太子殿下的东西 还需要向你汇报吗 说完 便拉着男主直接离开 回到房间内 就是一个壁咚 你不要再靠近他 男主一脸地嚣张 凭什么 我不仅要靠近他 我还要揍他 捧着他的脸 女主宠意地说着 你乖一点啊 记紧手绳 我怕他发现你的真实身份 会对你不利 将女主抱在怀里 算你还有良心 酸溜溜地说着 你要是护着他 我现在就出去把他杀掉 猛地抓住你的肩膀 对了 还有那个婚育也不许有 我给你找死魂 你陪我在这个世界生活 四舍五入就是我养你 女主这个钢铁侄女挠着脸 这话怎么听起来怪怪的 拍了拍男主的胸脯 放心 你不会不管你的 看着女主准备推门去找犁如 男主直接按上他的手 躺走 你今天给我睡这里 将女主甩上床 女主已经开始脑骨情节 一车有据 脸上全是车孤入印 看着男主起身 说着你在我的身边比较安全 期待什么 话本里果然都是骗人的 难得般优秀毕业生 堪称无被楷模 看见谁在地板上的男主 女主立刻调侃着 你胆挺大呀 你就不怕我趁你睡着 对你做些什么 男主表示已经麻木 大不了就是给你清两口 我还巴不得你对我怎样呢 抱着枕头的女主翻过身 那不如我跟你讲讲 那个婚约的事 男主立刻睁开眼 你要知道这个我可不困了 其实那只不过先帝 当年一句玩笑话 比如如果真的有什么目的的话 那只有想杀了我 男主立刻提见 我这抱脾气 还是直接砍死吧 女主立刻在身后抱住他 你怎么生气了 冷静点 这时脚下一滑 立刻展示了什么叫前胸贴后背 女主一口老血 希望大家理解 这就是自己平胸的理由 听见女主说着不行 感觉要死了 男主立刻转身 你等等 我去叫人 女主一看 眼过了 立刻拉着他的袖子 你就坐在这里 我马上就能好 看着边上一脸 愤愤不平的男主 女主继续开口 比如不仅是 李家新一代的家主 还是我师父的亲侄子 男主一听 全踩在雷点上 青梅竹马 师兄师妹 他必须死 那他为什么要杀你 看见女主犹豫不决的样子 摸了摸他的头 不想说也不用勉强 去睡吧 躺在床上 女主突然开口 今天在侯府门口 我差点失控 我怕要是我在失控 可能会伤到你 原本还想等到煽情的回复 没想到只剩下呼噜声 女主翻了个白眼 果然话本里都是骗人的 去他娘的斗屁爱情 窗外闪过人影 女主走出门 烈其太子足够死罪 你家好就收 李汝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你换了男将女人的魂魄 是为了隐瞒什么 女主说着 那个人的魂魄散了 李汝立刻皱起眉头 听见女主问着自己 为何忽然下山 李汝一脸的不屑 本门事物 不是你一个世事叛徒该问的 向前贴脸 你觉得有太子护着 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 靠山是不错 但也不是无坚不摧 女主脸色一沉 祸不及轻勇 你若是感动他 我定不会放过你 三傻子站起来了 竟然能压得住男主了 推开房间门的三傻子喊着 皇兄 皇兄 帅不过两格就立刻被绊倒 女主揉着眼睛坐起来 一里雾里地看着他 起身的三傻子问着 你怎么睡这里 就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 起来 低头一看 男主就在自己的身下 一脸不满地看着自己 看着三傻子头上的包 还挺热乎的 那个倒是把盲眼娘子杀了 这下我们终于能撇清关系了 男主一笑 难道五年昨天是不意引李汝去牢里的 女主则是一脸奸计得逞的样子 李汝是李家人 杀得必是妖孽 我们可以回京复命了 三傻子挠挠脸 我想再待几天 听见他肯定地说着想再留几天 小两口立刻挥挥手 那你慢慢来 我们皇宫见 三傻子躺在地上开始撒泼打滚 我已经跟芷熙说好了 四个人一起去立下灯会 窝着小泉泉 这次一定要跟芷熙表明心意 看着持续撒泼的三傻子 男主叹了口气 待小孩子真麻烦 就因你多留几天 灯会上 女主啃着糖 跟男主开始溜干 三傻子还泡在芋丛里喜香香 今天一定要比皇兄更有魅力才行 探见女主写着花灯 男主问着 你许了什么愿 听见他说着天降横彩 男主一边说着有出息点 一边讲身上的银票塞进他怀里 看着手上的银票 女主表示着花灯真灵 举起手 老板 再来一眨 男主看着他手上的第二个花灯 你第二个花灯泄的是什么愿望 伸手要拿的时候就被女主闪开 告诉你就不灵了 男主一脸的不高兴 明明告诉我更灵 女主低着头一脸的落幕 这件事 没人帮得了我 看见也在放花灯的李汝 你也要许愿啊 李汝傲娇的转身 要你管 捞起下沉的花灯 也不知道是谁的花灯 输在气跑线上了 一把将女主手中的花灯抢走 捡起飘落的字条 救活叔父 这水灯是你啊 小孩子果然都是不容小觑的 女主看着转身就走的李汝 正准备追上前 一辆马车飞驰而来 男主立刻将他抱在怀里 女主还不停地挣扎着 李汝不会拿我师父的事情开玩笑 我必定要弄清楚 猛地将女主的脸捧起 按头组准备 你最近绷得太紧了 今晚就好好放松 李汝的事以后再说 另一边的三傻子一脸的忧郁 想象中约会的画面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上却是这样的 戴个电灯泡是啥意思 狗子扯了扯沈芷熙的袖子 大小姐 你慢点 三殿下都跟不上你 沈芷熙一脸的不满 为什么要答应跟这个家伙出来啊 看见三傻子抱着一只兔子 芷熙 你小时候最喜欢这个 沈芷熙反驳着 我怎么不记得 突然有了个主意 我现在喜欢莲花灯 表哥能不能替我买一盏 看见三傻子美滋滋地跑开 沈芷熙立刻说着 我忽悠不适 想要回府吗 听见狗子问着不等三皇子吗 沈芷熙表示 好不容易甩掉她 等她做什么 这时 狗子提议 大小姐 我知道一条小路 可以超近道 跟着她到了死胡同 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戏耍本小姐 狗子面色一沉 小姐 你也配 沈芷熙一脸慌张地转头看向她 你什么意思 狗子一步步逼近 你装得太不像了 芷熙姐姐很温柔 才不会像你这样跋扈 想着她纵容你 就放任你几天 现在我要走了 就容不得你揪战雀巢 说完 狗子拿出玉魂灵 所以你去死吧 一摇 沈芷熙的魂魄开始不稳 看见她倒在地上 大人啊 都容易小看小孩子 刚朝她伸出手 就被李汝提了起来 怪不得我总觉得 喉芙里面有一股臭味 原来是你 将剑抵在她的喉咙 说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时 突然有案件射出 狗子抓准时机 一脚踩在李汝身上 一跳三米高直接逃走 边上的马车传出声音 你今日若是放过那孩子一马 来日南江圣教必有回报 看见老婆在别人背上 在路上便遇到了背着沈芷熙的李汝 三傻子上前揪着她的衣脸 说 你对我们芷熙做了什么 李汝面无表情地看着她 放手 顺便把她抱走 很重 听着李汝分析着来龙去脉 沈侯爷却将矛头对准男主 我看此时另有隐情 叫狗子上来对质 听到李汝说着 如果我没有猜错 狗子是现任的南江圣童 沈侯爷一听 好时机 太子殿下 那南江圣童是您和国师的就相识 此时微臣一定要奏明陛下要的说法 男主心想 你个不孝子孙 竟然要告老祖宗的状 请便 三傻子皱着眉头 如果要利用芷熙才能在父皇面前迎过太子 我并可不要 站起身 祖父 在清水村是我不听皇兄告诫 执意要帮助狗子 芷熙受伤 改由我来负责 男主惊讶地看着她 不孝子孙又出现了 老祖宗表示很欣慰 这孩子没白养 刚准备斥责三傻子的侯爷 女主走出来 都消停点 如果不想止息醒来 你们就尽管吵 听到玉魂灵有损魂破 李汝立刻说着 书中记载 玉魂灵只对死魂有效 沈小姐一个大活人怎么会受伤 女主沉着脸这家伙一定知道了什么 回到房间内的女主 像极了当年高三的我 男主猛地将她拉进怀里 你太累了 快去睡觉 看见女主一脸的倔强 不行 我有责任 我要帮她 男主叹了口气 行吧 那我就勉为欺男的帮你一次 将女主拉向自己的身边 你不是说我大补 那就多补补吧 女主一下便来了兴致 今天你的状态不错 那我就换一种更补的吃法 轻轻地挑起她的下巴 对着下巴就上口 男主立刻挣扎地说着 松口松口 门外的三傻子 原本只是试探性地看一眼 就一眼 便立刻躲在门口面 这不是去幼稚园的车 听见男主说着 再给你一个小时 我回来你必须睡觉 猛地一开门 这下真的是脑子被门给夹了 一把被男主提了起来 又听墙角的 是不是打得还不够 两个人坐在门口 聊着调查的细节 沉默片刻之后 都同时觉得 被小孩子骗了不少到几点 这时 仆人来报 太子殿下 三殿下 大小姐醒了 听见侍女说着 大小姐醒来之后 一直哭 不说话也不见人 女主表示 没事 让我来 进去便是开门见山地问着 你在为谁而哭 沈芷熙这时便惨白 是我的弟弟芷萱 他有了世人不容的感情 所以十五岁冲动之下投了胡 女主一听 你们俩白天黑夜来回歉换 他该不会是喜欢太子吧 这个脑洞果然是没谁了 听到沈芷熙说着 自己其实根本不想嫁给太子 女主反而有点打抱不平 老鬼被嫌弃了 我觉得没那么差吗 看见沈侯也询问着女主 芷熙有没有说什么 男主立刻冒了出来 没事就是好事 哪里来这么多的话 伸出手 走吧 回去睡觉 路上 男主跟个老妈子一样 一直叨叨叨 听见女主的嫌弃 立刻不满地回头 说什么 女主立刻培笑 我说太子殿下了不得了 喊着大姑娘去睡觉 听见男主说着 你想着美 女主拿起她一缕头发 你当时说说看 我想什么了 没有什么比调戏老公更刺激 看见男主害羞的样子 女主一脸的兴奋 一看就是老色批了 一看自己既不如人 男主恼羞成怒 不说这些了 问你正事 沈芷熙到底怎么了 女主勾了勾手指 想听 那过来让我吸两口 男主嘴上说着 我是你可以招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人吗 下一秒立刻侧着身子 快说 大型真相现场 听见女主摇耳朵说的话 男主一脸的震惊 什么 双魂在一具身体中 还互通意识 女主立刻捂住她的嘴 我也是第一次遇见 你现在在这具身体里 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吗 听见男主说着没有 女主松了一口气 也是 应该是真的彻底不在了吧 原本准备让李汝就沈芷熙的女主 听见她说着要太子殿下那把刀来换 心想着她难道知道破魂刀的来历 这时 沈侯爷出现 说着芷熙的病还请李公子多费心 女主怒试着李汝 你已经答应侯爷给芷熙治病了 看着突然掐起来的两个人 你个混蛋 炸我 沈侯爷刷着存在感 还有一事和国师有关 皇上催促着 两位殿下和您尽快回宫 男主提着嗷嗷叫的三傻子 芷熙还没有痊愈 我要留下来 沈侯爷按着三傻子的头 不要让贵妃娘娘担心 看着远去的马车 只有沈侯爷在认真的攻斗 重燃斗志吧 三殿下 坐在马车内一脸低落三傻子 那个臭道士 会不会对芷熙怎么样啊 听见女主说着李汝品行不坏 男主立刻酸里酸气的呵呵 三傻子表示 品行好还会站墙角偷听你们说话 小夫妻同事看向三傻子 什么时候 三傻子表示自己刚好路过 看见他站墙角好一会了 一个插腰 要不是我 他还赖着不走呢 快夸我